在记忆中,林佑佳是个忧郁小王子,他的歌里,不管迎接高点还是节奏快慢,总是流露着淡淡的忧伤,从你的全世界路过,残酷月光,无疑不是这样,今年来也有在听他的新歌,总觉得那个有点羞涩内敛的小男孩一点莫变。 结果今天,也就是8月3号的时候得知,昔日的小男孩有小男孩了,动态内容很简单,一张一家三口的第一张合照,很长一段新爸爸的感言,照片里宝宝在妈妈的怀里睡去,丁文体虽然刚分泌完,脸色有点苍白虽然整张黑白照都是苍白的,但也满眼他的美貌,很难想象刚生完孩子的女人,居然能这么好看。 比过去的青色照片,多了一丝母性的韵味,这样他还有点儿像马思纯。 至于陪在老婆孩子身边的林又嘉,已经多了一种父亲的身份,得知林又嘉当爸爸的周周,第一眼看到他,就觉得,小男孩不知不觉中,已经成为一位大叔了。 林又嘉也不愧是一位创作型歌手,得知喜讯后,立刻写了一篇如是般的获奖感言,从怀态十月到产房外的等待,从看到孩子到感谢,有香有略。 譬如,我用双手迎接她的诞生,当我第一次听见她来到这世界的娃娃哭声,筋疲力筋的太太也哭了,我感觉时间变得好慢,每一幕像书本一页一页的翻。 另外,林又嘉说道,在七月尾巴酷热的夏天,谢谢你来到我们的生命,所以宝宝应该是上个月出生的。 只是八月份才来报喜,粉丝们也是高兴快乐,开启了玩笑,护蚁士将她从我手中接过,擦拭身体,疑惑疑惑清楚大声地竖着她的手指头举脚指头给我们听,一、二、三、五。 对此,有网友说,数到肉或是数到死就停下,那就是神做了。 调皮,林又嘉职的时间过得慢,周周却相反,当她说求婚成功的时候,周周的记忆还停留在那个再快本唱说谎的害羞男孩儿,如今,已经有了孩子。 从2014年5月,两人的恋情正式公开,当2016年林又嘉向冰文气求婚,再到次年领政办婚宴,以及最后的2018年8月3日,有了新成员,四年风雨走来。 终于修成了正果,使命酷比,寓意就不瞎猜了,等待林又嘉的解读吧。 听到哭声的那一刻,林又嘉就是个平凡的父亲,就像他自我解读的那样,我忍不住心想,只要你跟其他大部分的小朋友一样就好,多谢上天,母子平安。 平凡真的是一种得爱不一的幸运,这是我成为父亲的第一课,大家的祝贺本如潮水,最多的还是对新生命的祝福,小家伙,要健康长大,好好保护爸爸妈妈哦。